決定中國命運的兩條道路的競爭 也從這個時候正式開始 只能說載豐你玩假的 所以最後了 你的王朝也沒了 革命的力量終於得到一個大串聯 1905年4月 孫中山要求他底下這些人 進入到南洋跟北美 去聯絡各地的華僑 加入到革命組織 1905年7月 就在中京召開的第一次預備會議 確立了革命目標 自打主張 驅逐大陸 恢復中華 創建民國 平均地權 基本上民族民權民生通通到位了 1905年的8月20號 就在日本的國會議員 《版本金迷》彩底當中 正式成立 中國革命同盟會 各位 這代表主張革命的知識青年的一大團結 也讓整個中國革命的高潮 推向了一個新的地步